文鲜市这报曾经为大家制作乌镇戏剧节的专辑 那么在乌镇当地由于主任的关系 就是其实是乌镇的一位小孩子在那里长大 一场火灾是他回到了家乡 从此他决定改变乌镇 改变乌镇的方法就是把很多已经被糟蹋了的千年老屋 重新的修旧如旧 他把民众搬走 然后给了他们新式的房子 结果最终呢当把所有的房子一个一个都修完之后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希望一楼变成餐厅 于是他又把居民从新的房子请回来说 你们不能住这里 可是这里给你们开餐厅 那钱放你口袋 但是所有餐厅的菜色 所有餐厅的价格都由政府规定一个标准 另外你有一个义务的职务 这个职务就是二楼 通通都要做民宿而民宿属于政府的 你们得义务帮忙打扫民宿 这些民众对于乌镇的传奇就说了一个很传神的话 说他们的陈主任发疯了 第一次发疯就是请他们搬走 给他们换一个新房子 第二次发疯了就是请他们回来 免费给了他们一个好工作 现在乌镇当地除了有黄磊开的酒吧 有戏剧节之外 最美丽的是江南水乡中的整治好的河流 还有二楼全部都是非常美的民宿 请看文献事业周报的制作人 朱文敏 来自于乌镇的报道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 如莲花般开落 我答答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过客走在石板路上享受雨过天轻的晨曦 乌镇微凉的空气传来阵阵香味 蒸笼刚掀开是梅干菜包的味道 油条刚下锅一根两块 酥脆脆的好烫 大神的竹篮装满油条赶着回家 在客人起床前得把早餐准备好 乌镇有六七家五星级的酒店 过客却偏偏喜欢住民宿 房东老高泡了航白菊 准备了点心迎接过客 他喜欢跟客人砍大山 乌镇都是明末清初的木头房子 三百多年风雨飘摇 早就残破到没法住人 可是整条西炸大街 房子紧紧相连 拆也不适修也困难 改革开放三十年 西炸几百户人家 只有三个抽水马桶 没有自来水 吃喝拉撒全靠这条河 2004年东炸景区 游客突破百万人 吴镇决定加速开发西炸 管委会主任陈向宏 又在村外盖了两个小区 搬迁八百多户人家 十几位老人家横不谅解 站在桥上大骂陈向宏 可是年轻人心里明白 只有改变才有未来 07年景区完工 陈向宏把西炸人招回来当房东 我当房东是现在 因为我们以前是自由责业 等于说禁锢服装产 然后到农贸市场也摆过胎 反正什么都做 但是这个收入又不稳定 也不多 后来因为我们总裁 他投入西炸 然后政府投入 我们觉得因为东炸一期 他本来就开得很好 我们对西炸有信心 然后我们就写着这个 做房东这个责业 刚开始的我不愿意过来 我觉得很辛苦 现在做做做做好像 觉得还可以 屋镇的民宿制度 在中国独一无二 房子产权属于开发公司 客人订房 由公司按需求分配入住 房租归公司 房东负责接待 打点客人吃饭 每个月跟公司领钱 赚的是管理财 入住随家 早餐在随家用 然后中晚餐的话 随客人愿意 比如说他觉得我们家好 他也可以在我们家用餐 然后他如果 早到还没到吃饭的时间 他比如说先去开锦 那初期的时候 那也可以 他逛到哪里 什么时候肚子热了 哪家都可以吃 我们早餐准备好 客人还没起来吃的时候 我们就静静地坐在这个河边 早上空气很新鲜 然后又很宁静 我们就坐在这里 开开合计 觉得其实像神仙人的 夫妻两老坐在河边 今天看着杨柳清清江水瓶 青州摇鲁过速航 轻松写意 牢高嘴紧 不肯谈收入 其他房东说 现在一个月挣的 比以前一年还要多 屋镇44个房东 管着70多床民宿 400多个房间 我们这座民宿 它不像宾馆似的 统一的 它是根治 以前的老屋的结构改造的 它因为房型也很多的 有单间 单轮间 商轮间 三轮间 家庭套房 联通房 很多很多的 八栋是这样一栋 上面两个房间 下面一个房间 比如说一家子过来 年纪大的不方便坐楼下 年纪先坐楼上 然后它是夺了一个空间 这里有一个厨房间 你可以亲自下厨 来了西诈 别浪费时间煮饭 该四处游逛 看昭明书院 体验南朝风雅 1500年前 梁朝太子召天下文人 编成中国第一本 诗歌散文集 昭明文学 或沿着河道走 看深宅大院 河部廊坊 零河水 七杂七十二座桥 比巴黎的塞纳河还要多 走累了 四处都有码头 登上乌鹏川 有人说 这是中国版的港斗拉 船夫也是开发公司员工 摇卢的功夫极好 如履平地 他还提醒 十年前拍电视剧 奶茶刘若英 救助之 我不再是过客 来过便不曾离开 来不及去看夜色中的白莲塔 回头经过民宿 老高还坐在那儿 真有点羡慕她的日子 千年水香日夜皆美 妥善的开发利用 也让乌镇百姓安居乐业 终成归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